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四枚金牌进战后 张宇飞加冕六冠王 在游泳项目中高居第一 徐家瑜 秦海洋 李宾杰都加冕五冠王 中国游泳队一共拿到28斤21银9铜 创造征战亚运会的最佳战绩 体操收官日一共决出五块金牌 中国队拿到其中的三块 分别是邹靖元的男子双杠 张景的女子自由体操 张伯恒的男子单杠 张伯恒先后获得男团 男子个人权能和男子单杠金牌 加冕三金王 中国体操队在本届亚运会收获八枚金牌 符合预期 在游泳和体操收官时 金牌大户田径拉开战幕 首个比赛日一共产生五枚金牌 中国队拿到了其中的四枚 分别是张俊的男子二十公里进走 杨家瑜的女子二十公里进走 王征的女子练球 拱立交的女子牵球 另外 谢震业 葛曼奇等人都完成白米首秀 状态相当出色 详细战况如下 男子二十公里进走 金牌 张俊 银牌 王昭昭 铜牌 日本 村山玉太郎 男子二十公里进走 只有十一人报名参赛 最终十人成功完赛 张俊和王昭昭守住优势 成功包揽冠亚军 张俊的夺冠成绩是一小时二十三分零秒 王昭昭以一小时二十四分零八秒获得银牌 日本选手村山玉太郎获得铜牌 成绩为一小时二十四分四十一秒 女子二十公里进走 金牌 杨嘉玉 银牌 马振霞 铜牌 日本 藤井蔡蔡子 女子二十公里进走 只有八人报名参赛 杨嘉玉和马振霞优势明显 最后就是两人展开竞争 杨嘉玉以一秒优势险胜 成绩为一小时三十分零三秒 马振霞屈亚军 日本选手藤井蔡蔡子获得铜牌 落后杨嘉玉三分四十六秒 女子练球 金牌 王征 银牌 赵洁 铜牌 韩国 金泰西 35岁的王征第四次参加亚运会 在前三次都获得银牌的情况下 王征继续追梦 这一次决赛受到雨水影响 无法发挥正常水准 多次因为脚底打滑犯规 不过 王征及时调整 最后两轮连续突破70米 最终以71米53夺冠 小将赵杰以69米44获得亚军 韩国选手金泰西64米14摘得铜牌 女子1万米 金牌 巴林 莫托西奥 银牌 日本 广中李黎嘉 铜牌 哈萨克斯坦 基普基鲁伊 中国17岁小将李亚轩参加了该项目 最终以33分42秒25获得第四名 冠军成绩为31分43秒73 差距比较大 女子牵球 金牌 拱利胶 银牌 宋家园 铜牌 印度 基兰 巴黎羊 拱利胶和宋家园的发挥比较一般 宋家园未能突破19米 拱利胶19米58轻松夺冠 实现亚运三连冠 另外 中国选手参加了男子百米玉赛和女子百米玉赛 状态都很出色 葛曼琪以11秒17的赛季最好成绩 晋级女子百米决赛 老将维勇力11秒35 同样轻松晋级 而在男子100米玉赛中 谢振业标出10秒07的好成绩 而且他在冲刺阶段明显保留 陈冠峰跑出10秒36 排名小组第二 和谢振业一起挺进男子百米半决赛 另外 周瑜获得场地自行车男子凯琳赛金牌 由江染星 李雪 赵南组成的中国队 获得射击女子10米气手枪团体赛金牌 杜琳树获得射击男子50米步枪三种姿势个人赛金牌 郑清文获得网球女子单打金牌 另外 国拼两队组合会师乒乓球混双决赛 金牌战将在下一个比赛日进行 在这个比赛日拿到15枚金牌后 中国队的金牌总数达到105枚 另外 目前的银牌数为63枚 铜牌32枚 奖牌总数恰好为200枚 不管是金牌数还是奖牌总数 中国队都遥遥领先 日本队反超韩国队 以27枚金牌排名第二位 韩国队的金牌数为26枚 接下来 9月30日 即第7个金牌日 举重和跳水拉开战目 全红蝉将在首个比赛日出战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 田径赛场决出7块金牌 中国队将向男子练球 男子100米 女子100米金牌发起冲击 以下是30日的焦点赛程与精彩看点 9点起 亚运会射击项目将步入尾声阶段 在30日的比赛中 射击将进行多个项目的资格赛比赛 主要集中在男子 女子多项飞碟75把个人资格赛 对于射击项目而言 30日最重要的比赛 无疑是混合团体10米气手枪金牌赛 将在北京时间11点35分正式打响 期待中国队能成功挺进决赛 拿下这枚宝贵的金牌 11点 网球男单张之珍与日本选手争金 之前29日的比赛 郑清文祭败对手朱灵 获得了网球女单的金牌 而在30日 网球男单的决赛将打响 中国队的张之珍将和日本选手棉冠杨界争夺一枚金牌 雅加达亚运会 中国网球收获了男单亚军 这一次能否实现超越 谜底即将揭晓 15点起 举重项目开赛将决出两枚金牌 首先是举重项目女子49公斤及A组决赛如期而至 接着19点 女子55公斤及A组决赛也将上演 对于中国举重队而言 夺得金牌是最基本的目标 毕竟 中国举重队在世界范围内都是最有统治力的存在 期待 举重剑们好好发挥 再创佳绩 17点30 全红禅 陈玉希将参加跳水女子双人10米跳台决赛 这两人出战的比赛 恐怕其他选手基本没有争惊的机会了 届时又可以欣赏到全红禅的水花消失数 20点 南篮小组赛收官战 中国南篮亚运会将迎来小组赛第三个对手 香港队 在此前进行的两场小组赛中 中国队分别战胜蒙古队和台湾队 已经基本锁定一个出现名额 此意面对香港队是一次很好的练兵机会 毕竟之后的淘汰赛输了就得出局 20点 乒乓球混双决赛开打 与网球女单决赛一样 国拼已经提前包揽了金银牌 对阵双方是林高远 王毅迪和队友王楚清 孙颖沙争夺金牌 21点40起 百米飞人大战将激情上演 30日 田径项目将进入最精彩的部分 尤其是最后两个项目 无疑会吸引所有观众的目光 21点40分 女子100米决赛将如期上演 紧随其后的是21点55分进行的男子100米决赛 在奥运会 亚运会这样的大型综合性赛事中 百米飞人大战都是最受关注的比赛 在10秒左右的时间里就将决出一枚金牌 比拼的就是绝对速度 将带来无限刺激 此外 女子400米决赛 男子400米决赛 男子1万米决赛 男子练球决赛 男子撑竿跳决赛等多个项目的决赛 也将在30日上演 期待 各路技儿们能够再接再厉 再创佳绩 具体结果如何 让我们拭目以待 这里是谈天说地频道 点赞和订阅 是对我们最大的帮助与支持 谢谢大家 下期节目见